做梦吧你 你好大的胆子 四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你乖乖的在这儿等死我 你给我老实点 喝点啊 你就省点力气 就算你喊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的 老奴我用针几十年 还又拿针 在皮肤和血肉之间丢花的绝线 王妃可要一世啊 好你个贱虎的 不给你上天绝活 你是不会乖乖听我话的 尝过吗 要不要尝一尝 低辣的滋味 啊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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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ー 是谁 啊 还在忘记什么呢 给她的痛 否则她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娘娘 是你 不要 怎么样 你 没事吧 随便都关于你 回夜 融化在我的脸颊 趁烈羽又有下 开始的我每一次一句不曾有谎话 后来荣誉将各自变扎 相远的话 难免回家 你是留不住的人却又放不下 你困住我的阳光 困住我的城望 以后一些的风凉 招心人来人往 也许还能散散 在这人海茫茫 写飞 你竟然敢斗佑死刑 是不想活了吗 王爷 别杀他 那对话是假的 上次他替代宝旧情 我欠他一次 这次还他 本王今夜看在王妃的面子上 估计饶你一命 但你给我听好了 若有下一次 本王定将你随时挽断 现在 他不知道 他就会 他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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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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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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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才是真真行 哈哈哈哈 绝端王妃觐见 终于是沉不住气了 奴才告退 来 双双 将军林 你好大的担子 但敢和萧车一起玩弄枕 你知不知道我欺骏 双双 林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我看错了人交错了心 圣上不信臣妾 这条命难去便是 听说你在府中 与那端王恩爱非常 不想演习倒似真情 朕后悔了 朕后悔把你送给小丑 圣上怀疑臣妾 臣妾是为了圣上才嫁给端王的 臣妾日夜仍受她的屈辱 昨夜 不知道她突然发了什么疯 上一秒还好没冷对 下秒就突然受刑大发 也不是梁公公来得及时 臣妾也叫呗 这 丽儿 你说我一句了 那小丑真是扬服了阴飞挑拨离间 那她应该是对你早有防备 难怪你给朕的锦盒当中 只有西域进攻的严谷 什么 那看来臣妾怕是暴露了 难怪圣上会怀疑臣妾 既然如此 朕另寻她方 你回到朕身边好不好练 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二一 小木 你中天残古土一生 终不忍耽 这是对你的报应 圣上今日正悟繁忙 惹得龙体欠安 您先好生休息 臣妾赶又再来 丽儿 朕如今有个事 心中烦闷不已 圣上乃久武至尊 受天下万民敬仰 有什么事能让您反忧啊 朕虽在万人之上 但与日日淡惊节旅 朝中诸事繁杂 朕劳心劳力 朕的知己只有你 可又为了江山舍弃 不能将你留在身边 圣上有什么烦心事 不妨说给臣妾听听 即便臣妾愚笨帮不上您 但是您说出来 心里也好受血 你嫁给萧扯 受了诸多委屈 为了取得锦和 不惜现身假戏斟作 着实为朕做了很多 可你也知道 萧扯寄于朕的皇位 这些年 明争暗斗与朕作对 朕念在兄弟之情 一再容忍 可他却不念朕的恩情 仗着朕的宽容 越发不守本分 如今宫里宫外 谣言似气 传先帝还有一份疑众 是传给萧扯的 想来 也是他在背后指使 谣言惑众 端王辜负了 圣上的一片苦心 臣妾看在眼里 心里也是万分的心疼 臣妾只恨自己无能 不能替圣上分忧 若有什么 臣妾能帮得上的 即便是赴唐蹈火 臣妾也心甘情愿 倒真有意识 何事 也并非什么难事 只要你当场指认端王 说是受他的胁迫 意外害死王皇后 先帝并为时 王太夫和你殿 共同替先帝草你诏书 朕才得以继承地位 端王早就恨起了 姜家和王家 王皇后执掌中功 自然是他的眼中定 可是 可是这样一来 岂不是会连累到 我们僵尸一门 这个你不必担心 朕自然知道 你江家 对朕的忠心 等萧扯倒台后 朕便送你去城外的大昭寺 住上几个月 等风头过了 朕才派人接你回来 入住中宫 封你为后 有你这位入住中宫的姜皇后 姜家的荣华富贵 更胜今日 你也会成为姜家 满门的荣耀 只要能替圣上分拥 臣妾自然会按照 圣上的吩咐去做 小五好个祸水东西 如此便把自己 撇得一干而净 圣上 好你个将警力 当真是不知羞耻 起初听人说我还不信 先皇后孝妻未过 你就敢凭借一两分姿色 行如此阿杂之事 哼 多亏王妃照料有加 王爷才能权益得如此之快 本王是该好好去感谢下王妃 可以 你 注意到 王爷 属下近日听闻王妃入宫 当好似圣上并未传证 真是不要命了 你干什么 萧生你疯了 我是疯了 但远不如你 这是什么 既然王爷已经看到了 那还要我说什么 正儿王爷所见 这是紫禁花粉 长期吸入 就会加重萧莫的哮愁 让它折瘀于病痛 直至死去 你知不知道 紫禁花粉 对你来说 也是致命的伤害 萧莫防备心中 若突然暴毙 只会引得各方 揣测举国动荡 对你我而言 这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一个萧莫而言 值得你拿命换吗 生死对我而言 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留不住的人 却又放不下 你困住我的远方 困住我的遗忘 你也有灵状 自不借的黄疮 你我终求不过 走了个多长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 从今以后 困住我的城望 你忽畏心的风凉 朝行人来人往 也许还为你 承车 你终于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爱的人还乱吗 你的命是本王救回来的 就算你把自己的命 视为草莖 也得经过本王同意 没有本王的允许 你不准离开王府半步 小车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可我如今不过是勾气投手 为了复仇堵上了所有 所以我不能放弃 也别无所求 伤人的话 难免回家 你是留不住的人 却又放过下 你困住我的远方 困住我的遗忘 你一眼我变慌张 自不觉得荒唐 你我终求不过 走了个过长 你困住我的遗忘 困住我的城望 你会危险的风凉 叫醒人来人往 也许 还未能散伤 再见人还暖暖 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你不受到伤害 开始的我们 云子一举不曾有狂话 后来热谎言将各自挣扎 伤人的话 难免回家 你是留不住的人 却又放不下 你困住我的远方 困住我的遗忘 你一眼我变慌张 自不觉得荒唐 你我终求不过 走了个过长 你困住我的遗忘 困住我的城望 你不畏斜的荒凉 叫醒人来人往 也许还未能散伤 在这人海茫茫 你困住我的远方 困住我的遗忘 你一眼我变慌张 自不觉得荒唐 你我终求不过 走了个过长 我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 想要凭借满腔 宠恨四破黑暗 却从未回头 看见背后的这道声音 输不去 你的痛苦 也变不比我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云瓷 你自幽宝夺诗书 理应明白恩怨需分离 肖默的仇要报 肖彻的恩也要还 当务之急 得赶紧告诉王爷所面临的陷阱 王妃 进 王妃 怎么了 王爷病了 昏迷不醒 一直在叫您的名字 快去看看 你怎么了 你说呀 圣上派人接您入宫 可王爷昨夜才刚刚交代过 让您哪儿都不准去 晚日都是梁公公带着口谕来 今日怎么换人了 公公今日有事 王妃随我来便是 不对 你不是圣上的人 你是谁 子儿 子儿 王爷 您怎么了 王妃呢 圣上派人召王妃入宫 王妃一早就去了 至今还未回府 放肆 我让你看好王妃 不准她离开王府半步 你 王爷 没有圣上口谕 您不能私自入宫 王爷您的邪 是 醒了 你是什么人 请看私绑当朝王妃 此数数被端王知道 你必定死路一条 端王 恐怕端王找遍整个皇宫 也找不着着 况且没有圣上口谕 端王又怎能进入这深宫之中呢 传言你和端王本就生分 你还痴心妄想着 指望端王来救我 做梦 做梦吧你 你好大的胆子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你快乖乖地在这等死吧 你给我老实点 恨人啊 你就省点力气吧 就算你喊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的 老奴我用针 几十年 还要拿针 在皮肤和血肉之间丢后绝血 王妃可要一世 好你个贱口头 不给你上天绝活 你是不会乖乖听我话的 尝过吗 要不要尝一尝 滴辣的滋味 哎哟 九卿是谁 非要置我于死地 想知道是谁呀 还在默契什么呢 给他个痛苦 本宫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娘娘 是你 轻衣 找到了吗 禀王爷还没有找到 属下得知 今日身上并未召见王妃 王妃入宫后便销声匿迹了 走 我与贤妃娘娘无冤无冲 娘娘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 端王若是发现我至今未归 得会入宫寻我 只是同到圣山面前 娘娘又当如何 你 好 牙尖嘴里的小贱人 怪不得能仗着几分姿色 把端王和圣上同时哄得团团住 你倒是提醒本宫了 我得想个两全的法子 才不会有人为难本宫 把他的衣服撕了 我不要 我不要 放开我 你说当朝王妃与侍卫通奸 被贤良输得的贤妃自与贺顶红 如何呀 贤妃娘娘 我本是钟情于端王殿下 你有没有想过 我并不是有意要叛復圣上 而是他交货于我 一盼狐言 当今圣上后宫家历万千 难不成只因你有三分裤子王皇后 而谈爱于你 笑 嬷嬷 还不敢快动手 我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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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没事吧 你困住我的鱼花 困住我的城望 以后一些的荒凉 招心人来人往 也许还未能散伤 在这人海茫茫 贤妃 你竟然敢斗佑私刑 神不想活了吗 王爷 别杀他 那对话是假的 上次他替大宝求情 我欠他一次 这次还他 本王今夜 看在王妃的面子上 估计饶你一命 但你给我听好了 若有下一次 本王定将你随时万断 贤妃 他不值得 他不值得 等我一下 别动 你身上的真空 需要及时处理 空梦里又出现 你的模样 借着月光 往上你脸庞 最后一次洋装 天亮后就舒畅 会有些痛 你理性我 转性我 我们是有力在织风间 一律律严陈 进一步退一步 都没有可能 越纠缠越深 随风在空气中打痕 所以你选择了 放开手 吹散了眼尘 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 只有回忆 是属于我们 好了 此药能缓尽 你好生修衍了 我们 我们 来人啊 来人啊 你醒了 你醒了 王爷 你 你怎么会在本王这里啊 你身上还有伤赶紧回去休息 王爷 王爷 这是王妃的房间 王妃知道您昨日在她门前淋了一夜雨 又奋不顾身地进宫救她 一不解带地照顾了您一宿呢 既然您醒了 那属下扶您回去 让王妃好好休息 王妃 啊 好 王妃 王妃 您的袍子 哈 进 你怎么出来走动了 你身上有伤 还需多休息 我的身子不碍事 昨日多谢王爷救命之恩 从前恕我欠考虑 那日只是 你干什么 萧扯你疯了 萧扯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那日 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王爷不必放在兴耍 我今日来 是有一件钥匙要告知王爷 几日前圣上宣我进宫 要我在你府上寻找遗证 端王得了一件宝贝 藏在一个锦盒中 你去替朕取来 近日 他要我当场指证 我是在你的指使下 杀死的王皇后 只要你当场指认端王 说是受他的胁迫 意外害死王皇后 肖默眼见遗诏迟迟为能找出 并想给我安上一个谋害皇后的罪名 如此 遗诏 便再也不能对他构成威胁 可此事一旦让肖默做事 便是死罪 王爷切不可掉以轻心 先皇在病重之时 曾召见江首府和王太府 一起草拟了诏书 明确传位于本王 后来 肖默收买了江首府 篡改遗诏登记 王太府又突然崩毙 遗诏在何处 无人知晓 如此说来 当年我父亲的死令有蹊跷 王爷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刺儿 你放心 我定会换这个世界 和王家一个公道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真遗诏 谁先拿到 谁便站上方 既然当时我父亲和江首府 同事在场 或许江王两家 能找到些许线索 皇后 今日是你的二妻 朕来看你了 圣上 圣上受惊了 不如早些歇息吧 你先下去吧 朕有话要对邦谷说 是 皇后你放心 真不好是 做将军来给你培砸 好 拜见父亲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父亲 女儿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告 关于王皇后的死并非意外 事关江家满门 孽障 王皇后的死 是否与你有关 是 但此事的幕后主使是圣上 是圣上有意要害死王皇后 女儿一时糊涂 说她蒙蔽 才收买了皇后娘娘身边的婢女花剑 圣上要除掉王皇后 圣上表面上对王皇后很好 背地里却给她下伤药 圣上不愿意留有王室血脉的子死 一派胡言 端王 小女若是被刑部和大理寺查出确凿的证据 那时候牵连的不光是江家 还有端王您 她已嫁于本王为妃 一切后果 本王与她一起承担 父亲 肖默心中顾及江王两家 更忌惮端王 所以说是女儿害死皇后 嫁获给王爷 圣上此举 便可将所有人一网打尽 永绝后患 江家和王爷是一条船上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女儿此次前来 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江家谋一条生路 那 以王爷来看 眼下该当如何 本王有一个问题 想要向大人求证 当年父皇病危之时 赵建大人和太傅 到底发生了什么 父亲 如今形势逼人 若事情败露 江家很难独善其身 肖默必定会舍弃 女儿保全自己 谋害皇后 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圣上她 果真心狠 当年先帝病重 让王太傅与臣 拟了传位的诏书 将皇位传给三皇子端王 肖默他知道 王太傅为人耿直 不肯就范 就暗中下了毒 臣被圣上脚迫 不得已在金鸾殿上 宣读了假诏书 这些年 臣寝食难安 也不能寐 只觉得 愧对于先帝 也愧对王爷 现在 臣别无他求 只求江家能够平安无事 日后 王爷若有用得着臣之处 臣定当竭尽所能 本王向你承诺 本王在 江家在 父亲 那你手中 可有真诏书的线索 现在只有找到真遗诏 才能化解困境 你 你们这 这是要谋逆 若稍有差池 便是万疾不复啊 谋逆 近年来 肖默行事专横 民怨四起 引起朝中 众多大臣不满 我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 大人不反 获罪九族 将是满门朝臣 大人反 由朝臣变成国杖 将是一族 满门荣耀 可 可臣万万不敢欺瞒王爷 这遗诏之事 臣 实在不知啊 决端王 端王妃 敬见 奴婢有罪 奴婢有罪 奴婢不敢说 端王妃的慧歌 坏死王后娘娘 对不起 奴婢有罪 奴婢在问世 启禀圣上商医局已指认花间 这些棉花是从皇后娘娘烧毁的礼服中拆除 证据完整 原来是她的知识 江锦麟 你好大的胆子 皇后一向带你不保 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说 背后是何人之事 是 是端王 是不是端王 你别臭口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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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思狭隘 心狠手辣 因记恨王家 几次对我都用私刑 逼我害死皇后 肖车 你还敢否认 不不不不 骗子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是我 是我困对王皇后 这 这种的双双 是 这西域猛药一旦服下 不出一炷香 便会毒发身亡 当场暴毙 哪怕花间想倒戈 也说不出话 这真算了 肖默 没想到你竟然 对花间下如此毒手 太可惜了 那应该如何处置他 这心下下如此毒手 端王 你威胁臣替你隐瞒真相 如今 要杀多少人才肯罢消 你说什么 陈察楚 齐护员 是端王进献的鹤笛 其中 潺入了大量黄鳞 导致凤锡宫走水 一派火焰 圣上 此事蹊跷 还请明鉴 人证物证俱嘴 来人 将端王押入大牢 端王妃进足冷宫 永不得出入 圣上 放开我 圣上明察 我明明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 你为什么还要出尔翻尔 把我关在这种鬼地方 丽儿 这段时间 委屈你了 不过你放心 等今晚萧彻认罪 明日武师斩首后 朕便会立刻履行对你的承诺 送你出城 可是鬼地方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 我要走 挺活 朕保证 这中宫之位 很快就是你的 好 圣上把臣妾需要的东西都送来 好 看好江经理 若他无理取闹 不必客气 等解这玩萧扯和江家 便送他上楼 是 奴才明白 端王萧彻 你唆使端王妃与侍女花间内外勾结 导致凤熙宫走水 皇后丧命 宫人身亡 你可知罪 你也该 你不过是肖默的一条走狗罢了 是啊 我这等小人物 有亲自审讯 王爷的一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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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当年我父亲死得另有蹊跷 王爷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我有个法子 我们将计就计 我承认是我害死的王皇后 你与我撇清关心 不 不可 肖默答应过我 会保我平安 王爷不必担心 你若不执任我 他不会放过你 你按照他说的做 我自有办法 王爷有何计划 王爷若不将计划告知于我 我定不会执任王爷 月下行动射击机密 我不便透露 只不过那天 我必须待在牢中 你好好保护自己 若有危险 此日天亮 会派人救你出去 啊 啊 刺儿 你放心 我定会换这个世界 和王家一个公道 等不到明日了 今日我必须要赌一把 啊 贤妃娘娘 快走 等一下 还想请贤妃帮个忙 江锦麟 你不要得寸进尺 大人 陛下赵妮过去 明文不理 再给他上点手段 留口气品吧 来人 给我看紧了 是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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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此地不宜久留 快走 小莫明日午时 就要将你斩首 我现在立刻救你出去 不 刺儿 你听我说 这也是月下行动中的一话 今夜我必须待在老州 牵制住小莫的注意力 这样 还因为 才能以最小的伤望 完成宫内人缘更迭 你疯了吗 你现在还身产古都 若你此事不走 明日该如何逃脱 听我说 孤独一切 你相信我 明日还因为 完成人缘更迭 轻衣会故意制造乱锯 臣妾救我出去 王爷可以把握 放心 你离开以后 轻衣会送你去西郊别园 明日我定会来找你 快走 快 圣上 王爷打死也不着 为真已实施了多层酷刑 如今 他是绝对逃不出您的手掌心了 萧尔曾带兵出征多年 肉体之苦 腿套来说算得了什么 看来朕 得亲自去会议会这个皇帝 阿车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皇兄 皇兄不喜欢 皇兄 你也配这个称呼 我不配 我从小说父皇冷落 母妃因此备受刁难 从此我便知道 要把群礼 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萧尔 我不是你兄弟 我最后悔的是 便是砍造了眼 七年前 把兵圈拱手相伤 闭嘴 既无兄弟之情 那朕 也不必手下留情了 对 就是这副恨之入骨 有无可奈何的母妖 朕就少把你踩在脚底 年纪尘埃 小梦 你永远只能用这种最低劣的手段 满足你的虚伪的幻想 低劣 你倒是高傲 可是你越这样 朕就越兴奋 越想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所求通通不得 心爱之人 皇权地位 通通如此 小梦 本王此生定天立地 绝不向无德之人成福 萧扯 这明日便送你去见父皇 还好撤得及时 要是被圣上抓住 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今日多谢贤妃出手相助 来日 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一定在所不辞 我孟家从不喜欢欠人 那日你救了我 今日 也算是两清了 嗯 端王认罪 凌日一早 游街示众 武时斩首 是 圣上 端王妃跑了 四人 圣上 端王妃暗中挟持贤妃出宫 工人们不敢声张 现如今已不知所踪 全城搜捕 一旦抓到九地处军 是 王妃 是我 走 快跟我走 王妃 此处位置隐蔽 官兵不会找来 王妃也不必担心王爷 属下已性命担保 只要属下在 王妃就绝不会有事 王妃 我 明天 你 是 我 是 我 是 后步 走 上上御旨 端王萧彻 罪大恶极 残害皇后 意图谋反 今日游街示众 五时 唐门斩首 以警校友 安 等下 大恶极 这就是 大恶极 师傅 什么 这就是 这大恶极 大恶极 太大了 这 说 我 这就是 這套新君要藏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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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聽起來 我同毛都不藏得多了 又是這樣的 這套新君要藏得多了 愛心 惡惡 你看看 雅心之力 放到畏的心裡 這套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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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 我代我讓你看看 誰才是這萬里景深的主人 他偷有問長呢 你偷有問長呢 怎麼會這樣 真是 真是 誰 啊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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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快走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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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爷 小莫 没想到最初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你们快走 给我追 王爷小心 慢点 宫殿人员宫殿如何 王爷放心 已患无常 还请王妃照顾好王爷 属下这就去寻大夫 回来了 回来了 疼不疼 子儿 放心 我没事 王爷 王爷 怎么这么凉啊 你醒醒 你醒醒 小莫 你给我点好了 我不许你死 你倒没有 你给我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也是废物 小臣不仨都提头来着 圣上 圣上息怒 奴才已经派人全城搜捕 没想到端王 竟真养了死兵 江锦丽 你竟敢背叛人 好 朕成全你们 红泉路上 让你们俩做对恩爱夫妻 速速通知无情派 只要他俩出现 就地出决 是 进来吧 是 圣上消消气 天凉了 底下的人 难免会倦怠些 这么着你 你让说自己送上门来了 若不是你不能 将近离能逃 端王能逃吗 要不是倚仗着你的兄长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活着 穿祸 果然 在这圣宫中 没有心 才能够活一生 小车 大夫 大夫快 大夫 他为何还不醒 你快看看 王爷伤势过重 却时温太久 就算是恢复了意识 意识 也难以醒来 那该如何 我不能让他出事 你快说啊 需要一定量的西域红花伞镇静 可这味药 只有皇宫才有 在下 无能为力 王家早年行业 被遇刺过不少期 你却要遇刺过不少期 我知道一个地方有 秦一 你跟我去去 是 你 你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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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等等 启禀社长 城门街道等各处交通药塞均已设卡 城内各大一行药馆也都派人盯着 目前没有发现 废物 是干什么吃的 给城中各同里发话 四日之内抓不到人 身上这件衣服通通都疤了 是 那 不知为何 朕今日总觉得浑身无力 深感疲惫 端王一世 圣上日夜操劳 奴才 这就让膳食局每年熬制些补品来 我 不好 快来帮忙 沙布 给 洗火汗 快 快呀 沙布 快呀 幸好你们带回了西域红花伞 王爷暂且保住了一命 还需要好好敬仰 且不可再牵动伤口啊 好 小车 我小车 小车 秦烟 你回屋休息吧 秦烟我守着 你也几日没合眼了 秦烟还是我来守吧 等王爷醒了 我便去叫你 我希望王爷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 去吧 王爷 王爷 是我 你快醒来好不好 你快醒来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两个人 王爷醒了吗 王妃 我来给王爷梳洗 您快去歇息吧 王爷醒来见您这样 也会担心的 好 王爷 王爷 您先别睁眼 王妃昨晚在这守了一夜 说想您睁眼看到的 第一个人是她 属下这就去叫她 您再等等啊 王妃 王爷醒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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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对不起啊 我要到你伤口了 但不够用记忆就先折回 血又落下 偏偏都关于你啊 融化在我的脸颊 成为要留下 开始的我们一字一句不曾有谎话 后来 后来人谎言将各自争扎 感觉好点了吧 难免会长 你是留不住的人 却又放不下 你困住我的远方 困住我的遗忘 你一眼我变慌张 自不觉得荒唐 你我终求不过 走了个国家 你困住我的欲望 只好 困住我的城 王 你活血 荒凉 就是 叫醒人来人往 也许还未能散伤 在这人海茫茫 啊 嗯 嗯 嗯 何言昏迷了三天三夜 现在外面局势严峻 肖默已经完全不顾及 皇室的颜面 正在全城搜捕我们 行动粗鲁 民怨渐气 当务之急 得赶快找到真一场 我想 肖默如此大动干戈 应该也是想借此机会 寻找真一场 或许 叔父哪能找到线索 你的意思是 找王哥老帮忙 嗯 不过 不急于一时 引下你的伤最重要 大夫说 你的伤刚刚痊愈 要多喝点姜汤 来 这是姜汤 是啊 这就是姜汤啊 别动 别动 我是说 有点甜 萧扯 你好大的胆子 这帮姜汤 我们是用力在此风间 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 吹散了眼尘 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 只有回忆 是属于我们 王爷 你的伤还没有痊愈 需好好休息 看来王爷的伤势果然是痊愈了 王爷 最近从城中逃离的百姓越来越多 城中的侍卫忽加虎威 将圣上的怒火 全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 王爷 是时候该回去了 王爷可想好了 若拿不到诏书 便会顶着谋逆的罪名 受一辈子的冤屈和辱骂 我意已决 清衣 召集军队城外驻守 我与王妃即刻进城 圣伤近来愈发暴力了 朝中大臣不敢劝谏 这样下去 可如何是好 来人哪 叔父 我是雌儿 一派无言 叔父 你先听我说 我小时候父亲忙于政务 我便一直住在这 你还记得我五岁那年 我把您当树爬 然后咱们两个人跌作一团 您腰间还留着一道疤 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哥哥姐姐 快来陪大宝玩 大宝 你认错人了 没有认错 就是哥哥姐姐 那天在药房偷药的人 才认错了呢 这 你怎么会解开九曲玲珑盒 只有皇后娘能才 你 你 真是雌儿 雌儿 可是你 怎会是这幅容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石像 大宝 跟哥哥出去玩 一会儿姐姐来找我 走 叔父 此事说来话长 日后再向您解释 此儿此次前来 是有事要询问 叔父可知 当年肖默篡改遗诏登基 父亲极有可能是 知情遗诏之事 而被害身亡 你父亲身体向来硬朗 却突然病重身亡 定是被人迫害 叔父当年若是早能发现 其中端倪 或许你父亲就不会 如今看来 小木实乃小人 叔父 我怪你 关于遗诏 你是否还知道什么内情 你父亲向来严谨 不该说的 他绝不会吐露半次 关于赵叔 我实在是毫不知情啊 大宝喜欢玩这些 哦 爹爹喜欢 姐姐喜欢 大宝也喜欢 嗯 别担心 有我呢 叔父 嗯 啊 还想请阁老帮个忙 圣上驾到 恭迎圣上大驾光临 说了也怪朕 此而待您至亲 他出事您必然伤感 朕却现在才来探望 多谢圣上关心 老臣只希望早日严惩凶手 今日端王造谣声势 关于当年先帝驾崩真假遗诏之事 已传得满城风雨不知歌牢 是否知晓一二 圣上明鉴 此乃无稽之谈 老臣从未听闻有什么 真假遗诏之事啊 可老快快请起 朕绝无怪罪之一 来 喝茶 今日怎么不见大宝 往日朕一来 他便缠着朕陪他玩 大宝 他累了 阿姨 怎么还不来陪大宝玩捉迷藏 姐夫 你能陪大宝玩捉迷藏吗 大宝 我们玩捉迷藏 转过去 不许偷看 数八下 好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八 一 三 充 二 一 我 孙儿 没事了 你 你先下来 我 我 好险 下出了 好了 大宝 姐夫今日还有钥匙 改日再陪你一会儿 姐夫再见 看来格朗的确不知道遗诏之事 那他究竟在紧张什么 难道是因为朕降罪端王 是 想要弹劾阵 城中搜查得如何 可有端王和端王妃的消息 还没 但近日总有无情派的人 莫名的消失 加强人士 驻守皇宫 城卫抓紧颜看紧守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可放过一个 岳下行动继续 把入宫三年以上的暗杀 全部换入重要岗位 牌桌刘青 切记不要伤己无功 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圣上老臣怀疑端王谋害皇后之事 另有蹊跷 王皇后之事 证据确凿 当日萧彻已认罪前逃 此事板上钉钉不容在意 端王何时认罪 为何谦逃 三思会认 为何我等一概不知 怕是大理寺为了结案 屈打成招吧 我圣上明察 王阁老丧女之痛 朕能理解 可这也不能成为你祸乱朝纲的理由 来人 圣上 您这是何意 拿下 看谁敢斗 护驾 大胆 大梅 小冲 你这招当他谋逆吗 肖默 谋逆的人是你 圣旨到 先帝遗诏 如先帝亲临 圣旨到 先帝遗诏 如先帝亲临 端王 接旨 端亲王 黄三子 萧彻 拥和纯粹 敦目佳人 身骁阵宫 必能 刻成大统 驻 济阵 登基 及皇帝位 布告天下 贤史闻之 钦此 臣 接旨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招书是假的 上上 这招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王太傅用心良苦 知道这招书交给谁 都将招致灾祸 所以索性将此物藏在玲珑河中 送给大宝当玩具 等到风波落地 重见天日之时 王家一定会带着此物 一锤定翼 诸位请看 可有疑意 姐姐 大宝梦见爹爹了 爹爹说 只要大宝帮他看好这个锦盒 就奖励我 带我去骑马 哪个锦盒 就是这个 是先皇洗衣 这 这是真的 恭喜王爷 沉渊昭雪 搏乱反正 继承大统 恭喜王爷 诸位受惊了 今日本王还有私事要处理 还请各位 先行退下 是王爷 不可能 这每一步都在这的预料之中 这怎么可能会失算 为什么那些朝中打着 就连父皇那个老东西 都向着你 难道朕当场 就真的要为天使 我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你 肖默 七年前我上交兵权 远离朝廷 是因为我赌信 你会是一个好皇帝 我便在暗处 与你一起保太平 创盛世 肖默 从始至终 我就没有想过 要与你争夺这个皇位 你由本事我争了 从头到尾 朕都没有输给过你 没有你 朕一样可以狂扶山远 无非设计 让这宗庙万千四十 肖默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在你心里 我 王皇后 贤妃 满常文武 甚至天下百姓 都只不过是你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 可是 可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有悲喜 有善恶 他们有一个无论如何都要守护的人 即便你归为圣上 也不可以任意见他 肆意妄为 哪有 自我母妃的事 在这宫中 度过了春秋几何 这弱大的皇宫 满地的刀子 前段慢慢步步失险 这烫了多少名强暗戒 才有今日的局面 生在帝王家 便半点不由人 这有什么错 皇兄 无论是谁坐上这个位置 都应该让这江山清朗 让黎明百姓 幸福安宁 不是吗 我的好弟弟 有恩天令 立天下 虚打同伐义 这些道理 你不懂 肖默 这个味道你还熟悉吗 你去了王国珍的 白白宠海 给人下毒 小金灵 你这个妖妇 你叫我一声妖妇 我必然要承担得起 这个称呼 肖默 我不仅要让你折磨于病痛之中 还要剥夺你做男人的权利 我要让你承受天残之苦 还记得你当时千方百计 要找的那个锦盒吗 你竟然 这就算要死 要死这龙翼之声 你篡改先帝赵书 谋权篡位 因异己之死 罔顾王法 杀害朝廷众臣 及后宫女眷 你罪大恶机 要是就这么死了 他们可否答应 不如发配边疆 因此输罪 肖默 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 这天下翻覆 山河变色 江山一竹 来人 我 他押走 你还会做好的 放开我 放开我 终于结束了 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朕刻日登基 改国号为永宁 凡朝中有功者 一律封赏 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 为恶者戒据 钦此 臣等参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爱卿请起 谢皇上 悠惨 欢迎 你们生来就属于天空 本应自有翱翔 去吧 若没有你 我此刻人身负枷锁 身处黑暗 圣上鲲鹏之之 定会崭露锋芒 圣上新政 深得民心 得此君王 是我朝之福 子儿 从此以后 你便也是这自由的娘 天地皆返落 谈何自由谁 原来 困住你的并不是这神功 而是你的心 子儿 小车 谢谢你陪我走完 这静南险祖的一程 如今就要这一切 结束在这寒冬里 山水一程 已是三叔有幸 愿山河璀 山子珍重 山河璀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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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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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静如荒原 红色如火源 让月亮坠落 变形 遥远的天际 深烂的秘密 剖析出全部 是你 你像是掠过海域的 一场暴雨 我内心澎湃表面 却我安不静 你手里紧紧握住我的心 才是你 毕生的原因 你就是那红月 像美 鬼一朵 我 朝我心伤开了枪 再 所难夺 而那树 熊熊 约火 是否 是否 能烧起我的 那团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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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烂的秘密 后细出唇 不是你 是吗 是吗 你像是掠过海域的一场暴雨 是吗 我内心 澎湃表面 却波澜不尽 你手里紧紧握住我的心 才是你 才是你 毕生的原因 你就是那 红月 上的 唯一朵 朝我心伤开了枪 再 做难夺 而那树 熊熊烟火 是否 是否 能烧起我的迷惑 那团迷惑 那团迷惑 你就是那 荒原上许 啊 楼阁 在我眼前点了 光如 心闪烁 而牵着风上的心 是否 是否 能在你身侧 停泊 永远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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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那 荒原上许 黄楼阁 在我眼前点了 光如 心闪烁 而牵着风上的心 是否 根本不停 是否 是否 能在你身侧 停泊 永远停泊 死 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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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